用了几天过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吸力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磁力的话也太弱了吧 才用几天时间 它容易掉 各位朋友大家好 OPPO小方屏 新款淡化价100W充电器的车材视频来了 我一个人要车的产品有点多啊 我是抢首发 肯定是抢不到的 我自己也清楚 所以咱们的视频就要做得够详细 才有足够的参考意义 数据测详细 才可以完整表现这个产品的真实性能 拆解拆彻底 才可以展现这个产品究竟值不值 总的来说 这就是我做测猜的目的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猜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资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马上对这个产品进行开箱 包装盒 白底的OPPO的风格啊 OPPO SuperVolk 100W小方屏 超级闪通淡化价充电器 充电器的概念图片 OPPO的logo 背面则是产品的特点 产品的规格信息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包装盒是天地盖的设计啊 打开就是一本用户手册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充电器本体 内部带了一根磁吸线 Type-C头子上面有SuperVolk的标识 10A的标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编织网的细节 这个线材看起来确实是挺粗的啊 两个Type-C头的细节 内部的触点不是满触点的啊 这根线材的直径4.7毫米 护套的宽度12毫米 护套的厚度7.3毫米 高度是19毫米 连防折断部分高度是29毫米 线材的长度1米2 多了大概8毫米左右 充电器外部的保护膜 这是纸质的啊 确实是很小巧很精致 双色的设计 上面是正方形长方体的结构 底部是圆形的一个盖子 这样看上去确实是像个瓶子啊 插角为折叠插角的设计 220幅插头 底部设有绝缘防护 充电器只有一个单Type-C口 内部的舌片为黑色 100瓦GLN的标识 这个是OPPO的logo 上面都是做了导角的设计啊 拿在手上确实是很精致 很好看 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254克 数据线和充电器一起的重量146克 单线材的重量60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85克 充电器的宽度33毫米 这边宽度也是33毫米 方形部分的高度为46.9 也就是47毫米 底部圆形直径33毫米 充电器整体高度 56毫米 连折叠插角一起 72毫米 外观颜值确实是很不错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规格信息 这个上面是圆弧形的 不好看 我们直接看盒子上面的信息吧 产品型号是 OSA00CB9AC 这里是执行标准 然后输入电压的话 它是两个啊 100-130V 200-240V 这两个的电压情况下 一个最高是支持到PD45 一个最高支持到PD的65 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要区分一下 然后制造商是OPPO 然后这上面有SVOCAL的标识 二维码信息 循环10年 这个循环10年是代表 10年内不会有 有毒物质泄露出来 双路绝缘 室内使用 3C认证 非热带地区使用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啊 第一个快充协议 就是融合快充 最高是44瓦 然后下面是高通QC3.0 5V 9V 12V 3.6-12V 然后还有一个SVOC协议 这下面就是PD3.0 65V 点进去固定档位 5个最高20V 3.25V 65V PPS 5-11V 5V PPS 这个5V的PPS很不错啊 然后DCP则是基础协议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个小方屏 它对其他手机的兼容性的情况啊 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看它能不能启动PPS快充 小米手机是可以启动PPS快充的啊 功率已经到了27W左右了 然后这个是荣耀100 我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启动PPS啊 可以启动MAX50W的标识 功率还在继续攀升中 正式功率已经跑到45W左右了 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啊 这个是蓝厂的S48 这部手机的话 应该是直接启动UFCS啊 因为这个只有一个充电口 这个充电口是有融合快充的 果不其然啊 启动的是UFCS啊 Vivo的闪充标识也已经启动 正式功率跑到24W左右 这个是起始功率 这部手机是荣耀60 我们以这个手机来测试华为的兼容性啊 插上去只有一个单闪电的标识 但是冲了一会儿过后 它又会显示正在超级快充 这个功率也跑到了25W左右啊 这个是走的PPS的一个协议 这个是咋回事 大家评论区可以讨论区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对三星的手机的兼容性的情况 PPS已经启动 显示快充2.0 只要是能够显示快充2.0 对新款的三星都是可以支持到高功率的啊 这个手机充电的实际数据采集 我们先从滤厂的设备开始 手头上没有100W的滤厂设备啊 只有这个80W的 我们就采集它80W的充电数据 这部手机还是没有电的状态啊 目前还是刚刚充开机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私有协议最高的峰值功率是 接近70W的功率啊 但是只有几秒钟时间 然后降到56W 再降到44W 再降到34W 然后再降到29W 后面平均功率就是23W左右啊 然后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充电时间一共花了 一个小时零两分钟时间 私有协议 也就是超频运行那么几秒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这个平均23W的功率 温度也不这么高 最高温度是46摄氏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在27度左右 我们用这个荣耀100手机来采集 这个充电器 它PVS充电的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3% 我们直接充电 这部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功率是41到43W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6分钟时间 后面的话降到36W的功率 充了2分钟 然后降到32W的功率 大概充了3分钟时间 后面的话就是 平均功率在31W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从3%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43分钟时间 比绿场自家的80W的充电 还来的快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的温度是50.7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在27度左右 这部手机为苹果14 我们用它来测试这个小方屏充电器 看它能不能够跑出一个标准的 苹果充电曲线图啊 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这个苹果14已经充到86%了啊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也是四个阶段的 也属于一个标准的苹果充电曲线图吧 最高的峰值功率啊 有两个尖峰看到没有 两个尖峰最高的时候 峰到267W上去了 一分钟左右冲开机 后面就是20W的功率 持续了21分钟 16到19W的功率 持续了大概10分钟左右 11W的功率 持续了6分钟 然后6W的功率 持续了4分钟左右 然后冲到80% 转为5V的机组功率 进行涵流充电 整个充电时间 50分钟时间 从0到8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 这个温度 这里有一个抖升的情况 是我这个万用表 它没电了 我换了一下电池 测出来 它的最高的温度是41.2度 测试的时候 我们室内的温度 在267度的样子 这个小方屏 它的PD功率最高是65W 我们现在直接拉它的 65W满功率 看它能够坚持多久 再来看看 这个充电器的温度表现怎么样 这个小方屏的充电器 65W的满功率运行啊 大家看一下64.5W 已经运行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这个曲线图能够说明一切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时间 就是一个半小时 证明这个小家伙 确实可以支持 65W的满功率输出 而且是长时间运行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 由于这个体积的原因啊 温度还是有点过高 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 采集线采出台 它的表面温度大概是64.5度 但是我用这个热像仪来采集温度 表面温度为67.6度 核心温度 也就是充电口部分 70.7度 然后大概在45分钟到50分钟的时候 这个温度基本上就持平了啊 大概在70度左右 一直在徘徊了 用热像仪再来采集它的温度 表面的温度为73.9度 充电口部分的温度为76摄氏度 这个76摄氏度 手摸上去还是很烫的 这个小家伙 我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长时间的去拉它的满功率 这一根线材啊 用了几天过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吸力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磁力的话也太弱了吧 才用几天时间 它容易掉 我们现在对这个线的数据 做一个测试 这就是这个数据线 内部的eMarker信息 被动型数据线 方案是OPPO的 供电能力 打了一个差 官方标的是10A的 速率规格是USB2.0 下面则是芯片的版本信息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线的线组有多高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啊 我记得上一次测线组D的充电线 也是来自OPPO的 这根线的线组 仅仅就是57毫握啊 非常低的一个线组 这根线的压降值的话 我们测9V和15V就可以了 我们测试两个档位 这根数据线的压降值 也是超低啊 大家看一下 9V1A的压降值是 0.06V 这3A的压降值 也是低到离谱啊 大家看一下 9V3A 大约就是0.18V 大家看一下 这个15V的压降值 15V1A的时候 仅有0.06V 15V3A的压降值 也是0.18V啊 非常低的压降值 现在是60W的功率输出 它的功率损耗 仅仅大概是 0.2W的样子 100W的功率输出 它的功率损耗 仅为1W左右 非常牛啊 这就是线组D的好处 这也难怪这个线 做的这么粗的啊 内部的线芯的话 肯定是非常到位的 后续的话 我们拆解开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 最关键的两个数据啊 一个转换效率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波数据 这两个数据 分析到 这个充电器内部的 电路架构的情况 首先是110V 6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它的浪涌功耗是 1.4W 然后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综合待机功耗 0W 首先是5V3A 是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 16.8W 这边直流输出 14.6W 则算转换效率 87% 9V3A 27W功率 110V输出 30.1W 这边直流输出 26.6W 则算转换效率 88% 12V3A 36W功率 110V输出 40.1W 这边直流输出 35.7W 则算转换效率 89% 15V3A 45W功率 110V输出 50.2W 这边直流输出 44.7W 则算转换效率 89% 20V2.25A 也是45W功率 110V输出 50.2W 这边直流输出 45W 则算转换效率 90% 现在是220V 5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涌功耗是 接近13W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平均待机功耗 大约是 0.4W左右 5V3A 15W功率 220V输出 16.8W 这边直流输出 14.6W 则算转换效率 87% 9V3A 27W功率 220V输出 29.5W 这边直流输出 26.6W 则算转换效率 90% 12V3A 36W功率 220V输出 39.1W 这边直流输出 35.7W 则算转换效率 91% 15V3A 45W功率 220V输出 220V输出 48.7W 这边直流输出 44.7W 则算转换效率 82% 20V3.25A 65W功率 220V输出 70.3W 这边直流输出 64.7W 则算转换效率 92% 这一个充电器 两个电压档位 测试下来 它的电能转换效率 110V的时候 平均可以到88.6W 220V的时候 它的平均转换效率 90.4W 这个转换效率 非常的高 大家都知道啊 这么小的体积 肯定是没有PFC电路的 关于PF值的话 大家自己看吧 这个充电器 体积这么小 它的纹波表现会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这种小体积的话 纹波 一般的都不是很好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小方屏 究竟怎么样 这个充电器的纹波测试 我们延时分辨率 设置在1毫秒 现在是5V3A 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96.3毫浮 平均纹波 90.3毫浮左右 9V3A 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72.1毫浮 平均纹波 67.7毫浮左右 12V3A 36毫浮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6.4毫浮 平均纹波 63毫浮 左右 15V3A 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9.7毫浮 平均纹波 64.2毫浮 左右 25V3.25A 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74.7毫浮 平均纹波 68.7毫浮 左右 这个小家伙 这个纹波表现 非常的稳定啊 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 1毫秒的延时分辨率 没有超过100毫浮 没有超过100毫浮的纹波 在这个体积下 它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OPPO小方屏 淡化加充电器的 全部设施数据 全部都出来了啊 大家对这个小家伙的表现满意吗 这家伙在不倾全的情况下 做到了全兼容 26瓦以上真实功率的快充啊 甚至PBS的充电效果 比它绿厂自家的 私有协议充电效果 还要来得快 烤机效果不是很好 毕竟这个产品 针对的是手机用户来的 笔记本和需要长时间 大功率输出的用户们 还是要慎重一点 购买这个 90%的转换效率 和这根线材的压降值 线组数据 都是很亮眼的数据啊 这个磁性太不惊人意了 用了几天 基本上就没有了啊 它的文波控制 在这个体积下 可以做到100毫v以内 670毫v的水平 非常的极致了 各位老铁们 想知道它内部电路 详细架构和元器件的情况 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 谢谢你们 这一年多以来 对咱们这个频道的支持和鼓励 非常的感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